《善和不善法門》 大家好 吉祥 今天和大家講的就是說明善和不善的法門 這裡我們分了兩大節 第一就是廣泛去說明善和不善的法 第二我們就會去說六方和四攝 善和不善的法 當中我們有五個部分去說明 若有人善別六方 離四方惡不善業救 前一句就是第一項去說明禮經的對象 我們要搞清楚才會有意義 否則就會萬禮啞經 意思就是我們需要善待六方關係 善敬下和共事無憎 共用無辱 共義無我的精神 才能達到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 自正其意 是諸佛教的精神和宗旨 後一句就是第二項 四方即是東西南北 港子一切的地方 惡就是不善深深的行業 業的造作即是深深的活動 深深的造作 如善即是善業 相反惡即是不善的業救 而是從我們人生中的成長 學習工作 我們必須要專心 專意地去培養善法 人生的無常 人生的體驗 新老病死苦 積極去拓展人生 這兩項禮拜六方 所具有的觀念行為 就能夠得到兩種的利益 第一 從人的延伸說法中 會受到世人尊重和景仰 第二 在人的壽命中時 即會生到人間 得到美滿人生的幸福 活生到天上 就會享受到天福的美果 佛法要教導我們愛惜自己 愛護別人 互相尊重 殺身傷害 是破壞社會人們共存的秩序 也形成了怨氣 危害到社會和平安寧 所以殺身就是不善業 應該要遠離 不予取就是講偷盜的意思 將別人的財物以劫奪 侵佔偷盜 偷盜等等的方法 強取為己有 這個極知反人道的行為 間接會影響了我們的生存 所以這個就叫做惡業 以及遺種 邪淫指非夫婦 超人倫男女之間的狗且行為 這種行為 會導致毀倫破家 形成了人類社會中種種的糾紛 危害了社會的和諧 安寧 也破壞了我們道德的觀念 由此引起了無數的殺害事情 造成了很多的惡業和遺種 妄言就指不誠實的說話 包括有恐嚇詐騙 花言巧語 兩舌 惡口 挑疏 離間 背視 面飛 等等的原意文字 使得我們顛倒黑白 也會使得我們離心失禍 亦會危害到我們深深的安危 由妄言而導致人與人之間 家與家之間 各與各之間 產生了種種的紛擾為鬥爭 不可以輕視 危害了我們 令到我們生起不善的業種和遺種 以上四種的業衛 在人間中極根本也是最重要的 這四種的惡行表現 充分顯現出 人之中 大家是缺乏了互相的尊重 和供養禮事實際的德性 佛陀為禮拜六方眾生的善身本義 實為珍重的 大家能夠智力禮敬 拜禮六方 佔身慈悲和智慧 由如經文所講的 慧者不清語